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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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上次我們大致上就簡略了一下 我們這個後面幾個章節 他要进行讨论的内容跟方向 那底下呢 我们就真的进入他的case 1 ok 也就是呢 所以呢 就进入那个13.3 那个partial derivative 不对 不是13.3 是那个15.4 这个partial derivative 还有那个混式的维分 miss的那个partials 好 那case 1呢 就是说呢 我们给一个多变数函数 那现在呢 我们考虑呢 把这个函数呢 限制在那个D中的某条平行于S轴的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 所以呢 首先呢 那个 那条直线的那个 他的表法 也就是那个RT呢 必须要找出来 他的参数 参数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先拿三维来做例子 好 假设这是三维里头的一个点 1 2 4 那现在呢 当然这个D呢 可能是三维里头一个东西 一个 一个东西 那你现在考虑的是 D里头的平行于坐标轴的 所以anyway 因为你是平行于坐标轴 所以这个概念不需要说一定要限制在D 我直接在R3里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in particular我有一个点叫1 2 4 那 在这一点呢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有三条 一个要不平行X轴 要不平行Y轴 要不平行于Z轴 好 那平行于Y 平行于X轴的 过这一点平行于X轴的直线 那那条直线 如果这是我的X轴 那这条直线呢 画出来是这样 那他的参数 这些点 OK 如何表 也就是说你让谁动 你让他的X座标 不是X轴四 他的X座标动 所以这个变形就是X 二四 对吧 同理平行于Y轴的直线呢 那他的一般点就是EY四 那这条直线就是你让Y跑遍所有的时数 OK 那你把这些 这些点收集起来才会是直线 直线不是这一点 直线是这些点所成的 的集合 同样道理呢 那个 过这一点 平行于那个Z轴的直线 那是E二四 E二Z 然后你让Z跑遍所有的时数 然后你把它收集起来 有这三点 好 那in particular R2也一样对吧 然后in particular呢 如果这是RN 所以这是我的S1 所以假设这是S2 最后这东西到我的SN 原点在这里 好 这个是我的RN坐标 C 然后现在我有个点在这里 好吧 那为了方便起见呢 假设这一点呢 叫A1 A2一直到AN 好 那过这一点 平行于S1轴的 因为现在我已经没办法用SYZ 第四个不想要取什么 英文字母 所以 我的坐标九州是S1 S2一直到SN 那这个点 在这里我是一二四 譬如说在这边 我可以选那个一二三四五 一直到N Anyway 假设这是一个点 那过这一点 平行于S1轴的直线 那为何 你怎么求出来的 你就是让它的第一个坐标Ai变动 因为它现在在S1轴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它的第一个坐标可以变动 所以它的一方向 事实上是S1 A2 一直到AN 那同理呢 过这一点 平行于Di个轴 平行于Si轴的直线为何 A1一直到A I卷1 然后Si再来 Ai加E 然后一直到 A 一直到 AN 对吧 然后呢 我讨论这个概念不是只有在这一点讨论 对吧 我可以在任意点 讨论 所以如果说 所以现在呢 关键性来了 这只是一个点 但这概念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 讨论 你可以考虑任何一个点 过 那个 过它的平行于某个S轴的直线 并不是只有这一点可以 那一点不可以 是所有点我都会考虑这个概念 所以一般点 我 一般点的时候呢 所以如果我让这一点变成一般点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点取成一般的点 那一般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S2到 S1S2到SN 对吗 然后现在 过这一点平行于S1 S1轴的 我应该如何表 如果这是一般点对吧 所以刚刚一刚刚的概念 那就是你我让S1变 我让第一个坐标轴变动对吧 其他的地方 事实上是固定住对吧 所以就这一个点来讲对吧 S1本身也是一个变数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一般点 所以他本来就可以动 S2本来也是一个一般点 所以他也可以动对吧 现在如果我要讨论过这一点 平行S1轴的直线对吧 然后呢第一个坐标要让他动 可是他本来就能动 所以唯一的差异是应该这时候 S1还是让他动 可是剩下的这n-一个点 应该是固定不动了 你懂我在讲什么 然后因为你固定 那意思就是他不动 事实上你只有S1在走 那S1走出来的话 那就是过这 也就是我过这个 这个一般点 平行于S1轴的 他的那个表法 同样道理 如果是我要过这一点平行 因为S1轴呢 那就只有让S1变数动 剩下的剩下的什么 所以口语的表达必须完整 OK 那个剩下的n-一个坐标 让他固定不动 可以了 好 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这个函数来讲 好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 如果在那一点 在每一个点上 我现在都只考虑 那个把这个函数取值在 限制在某一个坐标轴上 对吧 那我可以变成一个单变数函数 对吧 比如说我如果把 取 我如果限制在 把它取值在 跟 跟第一个坐标轴平行的线上 那换句话说呢 这时候这个函数的变数就是 S1变数 其他是看成固定 不动 那你也可以限制在第二个坐标轴 对吧 那那个函数就变成S2的单变数函数 其他的那个n变数呢 事实上在此已经被固定 不动 所以当你把 所以换句话说总共的过美一点 总共有n条平行于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对吧 所以呢你就可以 依这个方式把这函数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对吧 对吧 第一个单变数是S1对吧 第二个单变数是S2 点点点 依照最后一个单变数S2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单变数 事实上是你把它限制在某一条坐标 平行过那一点平行于那个某条坐标轴的直线 直线上 OK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发现呢 一个n变数函数我可以透过 OK这个看法把它变成n个单变数函数 OK那他的概念是透过 你限制在某一个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 如果你不想从这个量来看 简单的说法就是你让其中的一个变数动 剩下的变数不动 这个是后来你发这个研究出来后来的结果 如果你把前面全部等我在讲 你不管前面直接就说有个简单的看码 那就是你只让S1动其他不动 那当然是单变数嘛 OK那你也可以说我让S2动其他不动 那是当然是第二个单变数 但是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实际上背后的出处 就是它实际上是限制在某一条平行坐标轴的直线 那你别忘了 这只是我们三个Case里头的第一个Case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限制在其他的直线上 好那这时候呢 那第一个Question来了 OK 也就是说这边做一个总结 OK 透过将这个 这个函数F呢限制在 或是限制上或是就取值在 限制或取值在 这取决于你喜欢用哪一个词句 取值在 默条 那个平行 于这个 Si 取值在 平行于 那个 Si 坐标轴 上 对吧 可得 可得 一个 Si的单变数函数 这一点你同意吗 是刚刚讨论我只是把它写在黑板上 让你有一个在笔记上有一个依据 否则大家好像都都没有在做什么 OK 对 那这个地方 Lattice 将 Lattice 你怎么即将 这个意思呢 还有另外一个最后的结果的意思 即将 其余的 那个 那个 N-1个变数固定不 不动 即将 剩余的 N-1个 坐标 S1 一直到 如果你要写的 剩下是哪几个 OK 你现在是Si 所以剩下是S1到Si-1 再来是Si 加1到 S2 剩下这N-1个坐标 固定 不动 只让这个Si变数动 OK 那透过这个方法呢 OK 这个是E 第二个是透过此看法 透过这样的一个看法 OK 这看法是来自于这件事情 最后得到的结果 OK 我们可以将 一个多变数函数 看成 看成 一个多变数函数 看成 所以可以把Cowey表的 讲得很好的 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OK 所以你把它 透过这方法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一个多变数函数 所以它不 它不等于这 这N个单变数 它是看成 对吧 因为你让其他固定 OK 看成呢 N个单变数函数 OK 然后呢 如果呢 再重复一次 那就是你 你只让这 SE到SN 其中的某个变数 动 其他完全固定 不动 它的几何图 它的几何意义 就是限制在 那个 那个让它动的 那条 那个坐标走上 OK 平行那个坐标走上 所以事实上 这东西本来是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后来只是你们都没有写 OK 笔记如果回去复习呢 而这个是想法所在 所以有关于想法所在 你自己在笔记上不留备注 那 那老师如果又要不写 你回家是绝对是 没有参考的依据了 好 那 好 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 研究呢 对 我把 也就是透过这看法 我把这个多变数函数 看成一个单变数函数 然后呢 总共可以有N种看法 所以事实上呢 可以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那我底下就要讨论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单变数函数取它的 微分 OK 那在我 所以我就要对S1做微分 对S2做微分 点点点对SN做微分 然后在我看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研究一下 那 这个 这个看法跟原来自己的关系 之后我们再进到我真正要做 我真正要做是对那个单变数函数做微分 这是一开始我们那个固定 我们讨论的方向了 好 所以 所以底下 在我们做之前呢 那我先看 你竟然可以把一个多变数函数 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对吧 那这个看法跟原来自己 那个函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你能不能掌控住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诺 诺尺 多变数函数 连续 然后呢 连续有两种 一个是整个区间连续 或再抹一点 连续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讲 那个 或再 这个 抹一点 OK A等于A1到AN 点连续 所以你可以一个区间连续 你可以一个点连续 OK 这个取决于你的文字叙述 要到哪种程度 所以一般讲 连续包含其实是个点 OK 我想问的是 我可以把这个多变数函数 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对吧 OK 那请问你 那看成这N个单变数函数 那个 诺 这个多变数 那 将它看成 这个 N个单变数函数 10 将它看成 看成 不要讲N个啦 OK 看成 单变数函数 10 OK 看成SI的 为了方便几件 看成SI的单变数函数10 此单变数函数 为了 讲清楚之后 多用一些词句 这时候你是问 我把它看成单变数函数 所以这个 我把它看成单变数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单变数函数 这时候呢 对单变数函数来讲 也就是说其他不动 它的变数看成是SI 对吧 OK 然后如果就 斗面来讲 刚才是D 这边应该就是 某个 某个单变数函数 某一个 时数上的某个区间 对吧 然后呢 如果刚刚是A点 对吧 现在这个 那个 或在 这时候它的点在哪里 你的变数是 SI 对吧 所以呢 也就是原来的点子看 SI 如果原来在A点 对吧 跟 在A点里头 跟SI有关的 那只有 AI OK 所以 或在 AI点 对吧 所以我这边呢 这边当然就不写 此单变数函数 是否会 连续 再插 对 那对应或 是否在 它的对应点上 如果你取点 那我的变数 必须取点 你原来是A点 我是你的DI个座标 好 那我当然对应的点 是A的DI个座标 是否在 那个 AI 会 连续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呢 就单多变数来讲 它连续 现在我可以把它看成 N个单变数函数 对吧 那它在对应点上 不是同一点 对应点上 因为一个是多变数 一个是单变数 它的定义率本来就不一样 OK 它看成这N个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在对应点上 是否会 连续 其一 其二是反过来 我有一个多变数函数 注意 一定先给个多变数 如果把它看成N个 单变数函数 连续 在抹点或在某个区间连续 OK 然后我想问 那原来讨论那个多变数函数 在对应点上 或在对应的区间上 是否会连续 还有是反之如何 这个我就不想再 再仔细想想 好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两个问题 这个是 这个原来的东西 经过这个看法之后 它跟自己的组织架构之间的交错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探讨结束之后 我们才能 我们再进一步考虑这个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你说呢 第一个问题你说呢 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对 你这个答不出来 你的答案没有意义 原因是人家给你的评论是 你的某些成分是拆的 否则你一定告诉我 你起因于哪里 你论证于哪里 现在东西不是凭感觉 现在东西是 真的就是在凭数学论述 你这个地方在这个学期 你如果没有建立起来 你到第二年的时候 高危的时候 你的基础落空 那时候你的学习会非常的辛苦了 OK 所以现在的这个 我常常问你们问题的原因是 我不是要听你感受 OK 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什么 明明度 或者说有多敏锐 不是这样 而是你在学期训练上 你是否真的在做 用这边的工具 在做一些一些一些组 比如说我这个问题在这里 我要你去组 我没有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可是你必须要用我 我这边所给你的体材 那些零件去组 然后把这个东西组出来 可能可以组得出来 可能不能组出来 这就是我在问你 能否组出他 我不能组出他 但是能组跟不能组 你这中间都经过一个组了 所以你现在你说可 那你显然组了 所以我要问你是你如何组装 你说不可 那显然你也已经组了 你发现组不出来 有一定他的理由 你组不出来 可能 所以呢 你一定 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 你依这些定义定理 去组出这个问题来 当然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不是重点 但人家给你一个问题 你能否组出他 现在这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在做考试的时候 他绝对给你一个答案 OK 但现在这地方是 可是你在做research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那个 你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所以组跟 组的出跟组不出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Anyway 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这个答案是对的 1是对 2是不对 1为何对 2为何不对 因为如果这个函数连续的话 他在每条路径上他都会 对 就是他讲的这句话 你要了解 你怎么把它看成一个单变数函数 就回到你问题的出处 你只不过是把它取直在 某一条平行与轴的直线上 不是吗 对吧 所以他跟 也就是他跟原 他原来的那个多变数还是 他是整个定义在低的 我现在呢 不想看那么的多 我只看里头的某条平行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上而已 他有关系 他不是没有关系 他如果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不能成立 但是他能够成立 那你要依他的关系去想 如果你避开他的关系 那你已经离开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你怎么想 当然想不出个任何的 任何的一个东西的出来 所以第一个你不能忘掉 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你 你要去先把他们的关系先想在 然后在他上面想东西 你不知道想你还能怎么想 OK 所以第一个是 这个这条直线只不过是当初 整个D里头的某一条路径而已 OK 所以你发现他只不过路径中的一个 所以既然如此你在讲连续 你要把他跟这边的体材关系 那就是把他用路径来看了 因为他的关系 是因为他只取其中的一条路径而已 所以你要把连续跟路径牵在一起 那什么叫做连续 那就他在每条路径上的极限值都会存在 且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所以当你把他限制在某条平行轴上 他的极限也会存在且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对吧 不管哪一条直线 事实上不是只有平行线 任何的路径都会对 所以更何况说这N条平行坐标轴的直线 他的极限当然也会存在且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看那单变数 当你限制在平行直线上 其他的点都不动嘛 只有Si坐标在动嘛 对吧 所以Si会走到AI的时候他取值刚好等于该点的函数值嘛 所以对Si坐标来讲 他当然极限存在且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当然他 他连续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成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你的取值跟原来多变数函数的取值是一样的 所以多变数函数在该点的取值就是看成单变数函数在该点的取值 等我再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答案当然是对的 OK 为什么会突然拉到路径 原因是你看成单变数是透过限制在某条路径上来看 所以你把连续看成在路径上的话 你发现这个答案是即刻出来的 那二当然是否对吧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说你把它看成单变数函数他都 连续 那意思是表示他在那N条路径上的极限存在 且等于该单变数函数的取值 可是单变数函数的取值是来自于多变数函数的取值 对吧 他只是其他点不动 但是其实还是多变数函数对吧 他是限制在那 所以他实际上取值是多变数函数 所以也就是那个多变数函数在该点的取值对吧 可是就如果你要用路径来考虑连续的时候 那这只不过是N条路径 你要考虑其他那个数不其无限多条的路径上 他的极限是否存在 然后会不会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所以你还有很多很多路径没有讨论 所以第二个当然是不对 OK Anyway 这个理由刚刚已经讲了 好 第一个定理是 第一个重点是对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们会把这个结果写下来 OK 所以如果说 一开始还是给一个多变数函数 好吧 那这个地方的论述呢 为了方便几件我分两个部分来论述 如果这个函数F呢 is continuous 这个 at 这个 这时候用C吧 等于C1到Cn 只要这时候呢 你把它看成 好不好 这时候来了 各位同学 这时候你呢 过这个点 你要考虑把这函数限制在 他的Di个坐标轴上 然后这函数会变成一个单变数 函数对吧 所以这时候这函数如何表 第一个你一定要 我现在已经讲说 我要在这一点过Di个坐标轴 对吧 那条直线 对吧 那是怎么找出来的 那就把 刚刚讲的 过这一点平行Si轴的 那条直线如何表 那就让Si变动 其他不变 然后我把函数取直在它上面 然后那个函数经过取直之后 就变成单变数函数 好你取直下去这个函数 请写 OK 那就是F of C1 C2 点点点到 Ci-1 然后Si再 Ci加1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直线 我取直上去就是把它写成F of something OK 那如果你是那一点 那当然就不用 那就直接让其他 那如果是那一点 那就其他变数不动 就是变成不动 但是你有一个 要不然你就把它取 就是要不然你就是直接写成你要的那个点 那个点不动 不是吗 好 然后C 这个函数 你看你这样一写 它当然是Si的一个单变数 函数 那Si可以 你那个I可以是1 可以是2 可以是3 所以事实上这个I OK 这个函数 者我的结论是这个函数 is Continue at at 这个变数是Si 对吧 所以呢 它是在Si的哪一点上会连续 那是在Ci 然后这边呢 I呢 可以从1到n 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单点 单点如果你要这样讲 那in particular如果是任意点 OK 如果呢是所有的点 那就是in particular 如果F呢 is continuous 好 一般讲他没有讲那这是一个多变数的连续 对吧 对吧 则呢 那一个F呢 F呢 is continuous in each variable in each is variableSi 对所以I从1到2 好 那他英文上你看 首先呢这是他的英文上说法 他怎么样把看成单面数函数是我口语上的说法 OK 在英文对应的时候他在这刹那出来的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定理写下来 让你能够找到他英文上的对应 所以你in particular 这是一个点 如果说点都对 那就是整个区间了 OK 所以下面讲的是他的整个区间 如果这函数是连续的 对吧 则呢看成单变数函数的时候他一连续 他怎么讲看成单变数 是他事实上是F in each of each variable 那就是我把他看成他的每一个 单变数他不会讲 你自己要看每一个变数 那是一个 那就是单变数 来讲他会 连续 所以他事实上是先讲连续 后来再告诉你是在每一个变数Si上都连续 所以他对Si变数来讲连续 对Si来讲他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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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时候呢 他为什么可以看成是Si变数 那这个东西的过程呢 在前面的淘汰过程中 他不会再去告诉你 他本来就有这个看法了 OK 所以我可以把它看成第一个变数的函数 我可以看成第二个变数的函数 然后对他的每一个变数来讲 他一连续 这是这个定理所讲的 懂了没 各位同学 你找到他对应的英文了没 对每一个变数来讲 他会连续 所以英文喜欢道庄 我们中文讲 会先讲他对每个变数来讲连续 英文是他连续对每一个变数 所以你一定要整个词句看完 你才会知道什么 如果你只是需要数乘法 然后乱抓 那你会发现你完全 那第一句 第一句话也是连续 第二句话也是连续 你在讲什么 不是同步叙数吗 不 不 他真正重点是对每一个变数来讲他连续 那他为什么可以讲对每个变数来讲 也就是他把它看成单变数函数 好 那 反之不对对吧 反之不对吧 反之的迅速是你可以自己再重写 如果这个东西 所以呢上面就可以不用讲 如果这个函数 is continue in each of in each is variable 对吧 then呢这个函数 f 呢 may not be continued 他反过来是不对的 OK 所以你可以自己的反叙述 反叙述再讲一下 那in particular 呢 第二个不对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确实展示给你看 那是这种概念上你已经知道 他反过来不对对吧 原因是他真的是他路径中的 一个 如果你信服其实你可接受 如果你不信服那我就找一个例子 OK 他在这n条路径上都会连续 可是他的dn加1条路径上不会连续 OK 所以我们for example 这个是第二个例子 但是事实上呢他为什么会是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例子呢 要不要在如果你真的在学理上清楚 你知道这个例子只不过是说明了你刚刚看到的 那个现象而已 他precise讲的就是那个现象 那个好 我们考虑前面有一个例子 f of sy 这个前面我们有个例子是问这个函数 s平方y跟s次方加y平方 我们考虑这个例子 如果那时候我们不是考虑这个函数 我们考虑是这个函数在00的极限 翻一下 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例子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 如果sy不等于00 那我们那个时候讨论的是他在00的极限 我现在要考虑连续 那你在该点一定要有定义 那原来那个函数呢 OK 我问的是在00的极限 可是这个函数在00未必有定义 原因他分母为0 所以呢他的曲子只有在不是sy不是原点的时候 OK 可是现在我要问连续 所以好 我在00那一点没有办法透过他来定 所以我直接告诉他我曲子为0好了 等于00 好 那 然后呢在前面的探讨的时候 in previous discussion 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呢 他在沿着任何的直线上的极限会存在且等于0 对吧 翻前面的笔记 我在讲哪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 你不翻我如何用它来做我的例子呢 那时候我们对这个例子有探讨对吧 这个例子他在沿着直线上的极限皆存在且等于0 不是吗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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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previous discussion of this example OK OK We know that 这个 这个 这个极限呢 has limit has limit zero呢 alone any line 这个through 这个圆点 这是他的那个例子里头的1 OK 然后这是沿着任何直线 在00的直线 所以in particular在00这一点 OK 你沿着坐标轴 OK 坐标轴包含在00的过00的直线里头 那他当然是他的他其中的N条 所以这些他的 那 所以in particular 特别的 这个 这时候呢 在这个例子 这两条坐标轴呢 因为这是二维的 所以这时候过远点的直线只有两条 两条坐标轴 一个是S轴 一个是Y轴 OK 一个对应到S等于0那条直线 一个对应到Y等于0那条直线 这个for line 那因为现在两个变数 所以我的变数是S跟Y for lineS等于0 and 这个 Y等于0 所有的直线 过远点的直线 那S轴 S等于0这条直线就是 也就是Y轴 当然过远点 Y等于0就是S轴 它当然过远点 OK We obtain 我们会得到呢 这个limit 好 对 S等于0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把它限制在S轴上 然后这时候你SYB到0的时候 那就是YB到0 那你这个函数呢 这时候呢是0Y了 对吧 在这条轴上 在这条轴上 你得到的极限是这个极限 这都跟前面延伸 如果是MX 那就是你带 一个是X 一个是MX 这是其中刚刚的 我们会得到 所以在这两条轴的时候 刚刚写的是这样 这个地方因为你的点 也就是呢 你让第一点 你让第二个坐标动 对吧 第一个不动 那你现在是在哪一点 00那一点 你让Y动 所以是0Y 然后呢 你是让YB到 单程变当变数函数 在那个情况之下 是YB到0 这个的极限等于0 还有呢 对这个东西的时候 OK 沿着S轴得到的这个 是F 多少 S0它等于0 对吧 我们得到的这个 它等于0 跟它等于0 然后呢 这个东西等于0呢 0是F of 00的取值 这个也是F of 00的取值 对吧 所以 这是当初的定义 在00的时候 它取值为0 所以对这个单变数函数来讲 这边这函数是 第一个位置是0 它的变数是只有看Y 你可以发现 当 这个Y在 Y在0点的极限 等于Y等于0的取值 所以这个函数 对这个单变数来讲 Y来讲 它在0点是 连续的 同理 对这个单变数来讲 X OK 它在0点的极限 等于 它在X等于0的取值 所以呢 这个单变数函数来讲 它在0点也会 连续 所以这个推的 那个 那个 这两个函数 与这个F0Y呢 BOTH 这个是00里看成S 不对 这是00里当第一个坐标 动 这是当第二个坐标 动 得到那两个单变数函数 就是它分别算的极限跟取值 BOTH Continuous at 这个0那一点 对吧 它在00 应该怎么讲 它连续就对 BOTH Continuous at 这个0 因为这个0 对第一个来讲是S等于0 对第二个来讲是Y 等于0 可是这个单变数函数 在0点会连续 它也在0点会 连续 对吧 OK 我找到了 那个 一个二变数函数 它对 它在某一点上 OK 对那个构造出来两个单变数函数 会连续 请问你这个函数在00这一点上 会不会连续 不会 but 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在00的极限是不存在的 它竟然不存在当然不会 对 连续 那个这个 当初那个example有1跟2 对吧 but we know 这个是we know that 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这个limit of这个SY B到00 对 这个函数F ofSY doesn't exist 然后就会推得呢 这个东西呢 is not continuous at这个00 所以你看看成单变数连续 可是它多变数函数自己本身是不连续的 所以这是一个反例 事实上做出来就是你原来感受到的东西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底下呢 这个是多变数函数跟看成单变数函数之间的 之间的关系 好 那个定理意义的证明是很容易写的 原因是那个原来的极限已经存在了 你把它取值在某条路径上它的极限也存在 也会等于该点的函数值 所以那个定理 那个定理 刚刚写的那个定理的证明 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用路径来表极限 所以你自己尝试写写看 写不出来再来问我 OK 那个证明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解决了我刚刚一开始post出来的 那个这个原来的一个多变数函数 如果我蓄意看成是单变数函数的时候呢 那它跟两者之间的交错关系为何 那在这个例子里头充分的表达了 底下就进入到我真正要探讨的 好 我可以把一个多变数函数看成单变数函数 然后呢 对单变数函数我永远可以问它的微分 OK 所以现在我要对这个单变数函数 我要把这个多变数函数看成单变数函数之后呢 然后对那个单变数函数做微分 所以 而对单变数函数做微分是属于前面的体材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直接就把前面的东西拉进来用 OK 就是重新在 重新一个 一个 需要介绍的体材 需要讲解的体材 好 那现在 那一个 the partial derivative 那你把它看成n个单变数函数 然后对那n个单变数函数分别做微分对吧 那个微分不是原来那个函数的微分对吧 因为你是把它看成单变数再去做微分 原来函数是个多变数 所以这个微分不是原来不是多变数的微分 OK 是引进把它看成单变数 然后前面的体材引进进来 所以这个的微分呢 一般讲你只是对某一个变数做微分 所以一般讲我们叫partial derivative 那你有几个partial derivatives呢 那你就要看你可以把它看成多少个单变数函数 你每一个去对它做一个微分 那你就得到一个所谓的partial derivative 中文翻成单变偏微分 partial是部分或者是偏 OK 那它的符号呢 你是把它看成se的单变数函数 然后你对它做微分 那以前在单变数函数的微分 都是在这边写一plan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有多少种看法 分个判法 你这个plan到底表哪一个plan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时候这个plan呢 在这个地方写的是下标 ok 所以呢 如果你是对第一个单变数的微分 它那就写在这个下标 就是f 这个se fs2 这表示是对第一个变数做 微分得到的偏 微分 对函数来讲 它不是原来的函数的微分 原来函数是n个变数 你现在只是对其中的变数微分 那当然不是原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对原来来讲 它是个微分 但它是部分微分 ok partial derivative 其实应该是部分微分 中文翻成partial 我偏我不太懂 ok anyway ok 那总共有 所以这是看成第一个单变数 对它的微分 对它的微分 所以这个东西是微分 ok 总共有n个 然后这个 derivative呢 然后在数学上 ok artified 在数学上已被定义对吧 因为微分怎么为在数 在属于上学级的东西了 所以它的定义是已被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 ok 它真正讲解的不是它如何定 它真正 约定的是它的符号 它的符号 它的符号 它的符号事实上是约定成它 那至于微分 过去是单变数微分 那过去怎么为 它的取点在哪里 你在哪一点做微分 你在哪一点做微分 by the way 它不是自己突然跳出来 它真正是那个函数 限制在某一条直线上 所以事实上它的取 它的取点的点是定义在R1 还是定义在Rn 它是定义在Rn 只不过是它让其中的 n-1个变数 n-1个坐标不动 可是你取不取 你取 你懂我在讲什么 你是把那个函数 限制在那条直线上 可是那条直线本身是在Rn的 所以那条直线的点的坐标是Rn 只不过呢 那些点呢 只有某一个坐标在动 其他不动 可是那个坐标本身在不在 在 就像你刚刚看我在写这个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0写不写 你如果0不写那是什么东西啊 懂我在讲什么 你是 就像刚刚那个一开始我们说过你在定义 定义 刚刚那个定义有没有 在C点我把它看成Si变数有没有 我那个第一个位置要不要取C1 要你是写的 因为那个点真的是在Rn了 懂不懂我在讲什么 对吧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篇尾你对它做微分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点的所在事实上是在Rn 只不过你只是取写Rn那条直线 那些点呢 终结的结果是有n-一个变数不动 有其中的一个变数动 所以我对那个动的变数来做微分 所以可是你是取值之后做微分对吧 所以当然你这个函数是取值在多少 该点对吧 那是如果刚刚那就是C对吧 刚刚那就是A 那现在是任意点对吧 所以那就是S1到S2 你可以在这个任意点上 考虑它限制在DI条坐标轴上 你对它做微分 然后正是在这一点 在这个任意点上 这个S点上对吧 你把这个函数限制在Si坐标轴上 然后对Si做微分 对吧 那你怎么样现在 那就其他的不动 只让Si变 变动 所以limit 但是这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它的微分那是 所以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它的点一定是取值在Rn的 好 第二个定义是过去怎么样定 已经被给定的 我刚刚回来讲这事 我是说这个点我要如何表 所以过去请定义 HB到0 F of 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那条直线你要先讲出来对吧 就是DI一个让它变动 其他不动 在哪一点取 在Si 所以Si加 H减掉 Si除上 H 其他不动 所以请列 S1到Si-E 然后 Si 在Si做微分 所以Si加 H 然后其他的 因为点是在 在函数是定义在Rn的 所以你点坐标一定要 其他还是得写 Si加E点点点 Sn 好各位同学 你可以接受这个吗 对吧 减掉 F of S1到 Si到 Sn 所以这个是其他 S1到 Si-E不动 S 这个东西不动 这个东西不动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否也应该再写一下 让你更容易了解 所以这个不动 这个 不动 我画出来是真的不动 然后你对第二个变数 在哪一点 在Si那一点做 我一分 所以那你就是对Si加H减掉 对 Si在 在 在除上H 根据定义是这样 对吧 在除上H 我就把它定义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东西 这个符号 好 然后根据你对过去的了解 那就这个东西表示就是我们口语子在讲的 这就是我把它限制在Si轴上 然后我对那个Si变数做 微分 但你如果表示微分 那数学上可以表 这个一写出来 那就是对它做 微分 所以符号是继承 好 By the way 最后的这个地方是 然后这个极限 你把它定义成它 那这个 我们知道偏微 微分不一定会存在 对吧 所以你把它定义成到 那应该先说它 它的极限会存在 所以它这边用了一个 一个逆叙述的方式 倒叙述 provided the name exists provided provided是在某某某某某情况之下 ok 所以换句话说 在某某 现在某某是后面这东西 在这个极限存在之下 我把偏微分继承 定义 用这个符号定 然后定成它 定成它是跟过去的定义 是完全一样 所以事实上 我我们就是一个这样东西 休息 嗯 嗯 嗯